价值投资一场空 梭哈密尔祝皇宫 以太坊现货ETF利好 推动命名龙头佩佩突破历史新高 市值逼近70亿美元 我原本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 没想到有人比他还要幽猛 这是谁的部将 今天一定要一探究竟佩佩背后的故事 在很久以前 2005年 美国一位漫画家Matt Fury 创造了佩佩的Frog佩佩娃 佩佩的名字酷死英文P 呃 尿尿的意思 佩佩娃每次尿尿都把裤子一脱到底 尿的马桶到处都是 刚好被朋友看见 朋友说了句 feels good man 就是这个漫画让佩佩娃一夜爆红 社区很多人开始的佩佩娃进行二次三次的创意制作 不幸的是 单纯快乐的佩佩娃很快被人恶意黑化 它就是美国的图片论坛4chan 很多政治运动和网络攻击就源于那里 原本一开始4chan论坛的网友 是将佩佩娃化成悲伤蛙 替众多被排挤的人发声呐喊 风靡的互联网 但是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 另类右派不断的修改佩佩娃 结合了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 比如说白人至上主义啊 反犹太主义啊等等 于是乎 仇恨的种子就在佩佩娃身上开始生根发芽了 后来愈绿眼愈烈 在一起大学城枪击案发后 别有用心的网友把佩佩娃画到和凶手一起 拿着枪支开着名车到处溜达 简直太过分了 然后在2017年 佩佩娃原创漫画家不忍心看到佩佩娃被人恶告 便将佩佩娃画死终结此生 时间来到了2023年的4月14号 匿名团队给佩佩娃创造了一系列全新的形象 同时以太坊主网上发布了佩佩代币 致力于将佩佩娃赋予正面形象 有创新 有趣 有价值 佩佩代币总量420.69泰梅 在美国420呢 是代表大麻文化 69代表的是新文化 其中93.1%的代币 所在UNISWAP流动性池子里 人人都可以购买 剩余的6.9%在项目方的多签地址 由于前面佩佩娃在互联网的强大共识和流量 仅仅用事22天 佩佩就上线了币安交易所 持币地址突破了10万 市值突破10亿里金 总而言之 无论是佩佩还是其他的秘密币 但凡能跑出来的都具备以下的特征 一文化内涵 第二社区庞大 第三共识超强 第四有故事性 第五名字和画风简单有趣 最后特别感谢信息搜集 香港区块链媒体TechUp News 文案写作投研交易实验室RITD Labs 视频剪辑 美国影视制作H3 Entertainment 首课web3短剧平台Mini Short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